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迷了 迷到六道里 六道里面血身受身 什么原因 还是感应 我们跟父母有缘 没有缘就没有感应 有缘就有感应 那佛说的有四种缘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过去不知道是哪一生 跟你有这四种缘来了 来报恩的小子先生 你不必要求他自然就孝顺 为什么 过去你对他好吗 这一生来报他 这小孩很好笑 很听话 很孝顺 如果是报恩的 这小孩也非常玲珑 聪明 可爱 就是不听话 常常违背你 你要以后恩待他 他的愿会化解一些 如果你要对他很凶 不知道好好地交叉 那麻烦就很大 既恨在心 本来就有怨恨 现在对他不好的时候 他更怨恨你 会搞得你家破人亡 他是来抱怨你 你欠他的财产 你将来赚的再多 全是他的 他对你的照顾 物质生活 可能给你很简单 很少 能活得下去 就行 你能吃得饱 穿得暖 给个小房子 这杯风雨 够了 没有公金 这是什么 来讨债的 是讨债鬼 如果欠债 欠的不太多 三岁五岁 他就走了 要折了 那是讨的 讨满了 欠的太多的呢 培养他到大学 毕业 波斯学位 拉到了 走了 他没赚钱 要回你 还他了 他走了 还债 他来的是 我刚才讲的 还债 他能养活你 如果欠的多 他对你的生活照顾 非常重要 没有孝顺心 没有恭敬心 如果欠的少的 他给你的照顾 就跟家里吓人一样 我们见过 儿子做大官 有地位 父母 不住在一起 住在另外一个小屋子里 有一个佣人 照顾他 生活非常简单 跟对待自己家人一样 一个月给他多少钱 生活费 很苦啊 所以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就这么四种关系 父子是这种关系 兄弟姐妹 也是这关系 亲戚朋友 还是这关系 懂得这个道理 这是六道理 里头的语言 六道理里面的杆跟印 真正搞明白了 要以真诚心 爱心 厚待别人 你厚待人 你厚待人 就是厚待自己 一点都不吃亏 你能够学习为人 或是精神来世 就有人 他学身为你 古报嘛 所以 我们起心动念 心里就紧急 我起的什么心 说的什么话 怎么对待别人 知道将来人家 怎么对待我 丝毫都不差了 真正学佛了 不一样 学佛呢 借照佛法的 卫生 加持 自己认真修修 把 这个 报恩 报怨 统统改变了 改变是 同修 同修 伴侣 我们都是同修 把以前那个事情都化解了 告一段落化解了 一心一意 在一起 同心 同德 修行 那 莫迪呢 莫迪是 不再搞六大轮回了 这年轻的儿女 真正明白了 发心出家 父母换血 知道什么呢 一指成佛 九足升天 你家里有一个人 修行成就 你们看第三经 你看婆罗门女 光墨女 修行有了成就 家庭眷属 都得好处 母亲虽然造了 最罪业 多得地狱 一听说 菩萨的母亲 赶快就送到天 套利天去了 这就是证明 厌于所谓的事 一指成佛 九足升天 他看到的 母亲身套利天 他的祖父母 真足父母 高祖父 再往上去 九代 都沾光了 这多大的佛报 这个佛报是真佛报 不是人间 人间佛报是假的 时间很短 而且自己没有 而且自己没有福报 想这个福 灾祸就来了 所以 非分的福报 从前多数人 决定不敢要 无缘无故 你请他去做官 你送到财富 他不敢 为什么 他心里有数 无功受弱 后面决定有祸 不是大兵 就是横火 他要这干什么 真正读书人 明里的人 夜深求平安而已 平安就是福 一家侯牧 乡里侯牧 那是真正的幸福 彼此关怀 彼此照顾 互足 你这个家庭都美满 他并不求 有很高的地位 虚荣 不羡慕这些 财富都不在 心目当中 平常能够吃得饱 穿得暖 暗居落叶 这是太平 甚至的这些气象 我们修佛 更了解这些 修佛人 不但不会浪费 懂得解决 一生 你都会归归归归 你都会归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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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